Hello 大家好啊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3 哎呦 天呐 这11月份要见底了 日子过得真快呀 然后现在是12中午的上天是15温 然后 温度是5度 5度 今天有风啊 有风 所以体感温度感觉是在 体感温度是零度啊 体感温度已经是零度了 今天晚上 今天还是要降温 明天要降温 礼拜四可能会升到 10度以上 然后 然后呢 紧接着礼拜五下雨 礼拜六开始 到下礼拜开始 基本上都是在五六度徘徊的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都是在零度 甚至零下了 基本上是冬天就来啦 初冬的季节就到零了 这个纽约的天气啊 纽约即长导天气 这个我没瞎报啊 我没说美国其他地方的天气啊 我只报了这个区域的天气 包括这个区域的人事故 发生的 我也只是报这个区域的 不代表美国任何地方 任何其他区域 不不像 不像那个 昨天看抖音视频 又有一些人在 在抖音上 听牛逼说 美国怎么怎么定 美国怎么那么定了 我说你是美国哪 你就怎么这么定了 是不是 一个街区发生枪弹 不代表其他街区 就很乱的 是不是 这个东西都一样的道理 是吧 不能以中国的眼光去看 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 说 说美国开卡车 年薪百万 哇擦 我说这个账怎么算出来的 我说前几天已经算过这个账了 年薪百万 这是怎么算的这个账啊 这吹牛逼也不能那么催 所以对方人误导了很多人 你说实话 除了这些 车嫌 让你把刀的费用加一块的话 是吧 你一百万说实话 你真的有一百万的话 假如说你真的有 真的一年赚一百万的话 你的成本要得 成本就要得90万到95万能知道吧 一年赚5万块钱 你就是纯利润的话 已经很不错了知道吧 你知道吧 你以为这个行业是好赚的 好赚为什么叫蓝领呢 为什么不叫白领呢 是不是 简单的说 哎呀这个是劳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区别 虚拟大爷的 谁叫你这么分担 就是这个职业 就是这个行业 就是赚再多 赚再多的钱 他也是 他的成本开支特别大 这么多几个钱 所以说 这叫蓝领呢 你知道吧 那些这种稍微动动手动动嘴皮子动动脑子就能赚大钱的 那个叫白领的 这是区分 这是我自己的话 话能啊 仅代表个人意见啊 呃 哇 你看没有那个草 是吧 草被风吹着呼呼的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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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昨天晚上那个前天晚上对 那个高速上很多树叶 很多树叶 然后风一刮 跟什么似的 把那个整个视线都给挡住了 就有那么多的树叶在高速上 还有第二天的时候他把那个树叶给清了一下子 还是说对风给刮走了 那咱也不知道 咱在睡觉 哎呀 怎么回事今天堵车 这个地方口罪在这怎么堵上车了 哎呀 昨天呐 昨天声音 我觉得昨天声音 昨天声音太惨淡了 哎呀 稀饭 稀饭都太喝不上了 就是 就是 米汤啊 米汤连米都没有啊 就是摆开水了 这是什么 哎呀 我就感觉 以前农业社会最惨的是不是农民啊 是吧 农民 靠天吃饭 因为农 农业地里面产多少粮食 这是有定量的 那不是说 就是说一年比一年多 或者一年比一年少的 都是有定量的 然后呢 一大部分都交税了 是吧 养活这些大官贵人 是吧 剩下的呢 就够自己 养家糊口 根本就没有多鱼的 是吧 你那时候说地主家也没有鱼粮啊 是吧 碰到这种灾年的话 是吧 连地主家都没有鱼粮了 所以为什么灾年的时候 古代社会灾年的时候 人为了一口吃 一口饭 是吧 不惜用命去博呀 是吧 去起义呀 去杀人 去怎样 是吧 为什么呀 饭都快饿死了 还在乎这个吗 是吧 这就是古代社会靠天吃饭 你看现在工业社会也是吗 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靠什么吃饭呢 靠定单吃饭 是吧 有单子了 工厂就能开工 你就能有 你就能有工作 你就能有钱 是吧 然后信息社会也是一样的 是吧 你像我们送外卖也是 这个区域呢 是吧 就是大家 点单的多一点 是吧 吃外面的多了一点 然后呢 你就能赚钱 你就能够 是吧 养活自己 如果这个地方点单的少了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 对吧 你就得饿肚子了吧 对吧 是不是啊 这就是 这就是信息社会的靠天吃饭 就跟这个 这个顾客与这个司机的缘分呢 就像那个微信以前有一个功能 叫摇一摇 完全靠缘分的 当然我不知道是 摇的是 机器人呢还是什么啊 完全靠缘分 摇摇摇到你了 这个单子就给你了 你去把这个单子给做了 万一 是吧 摇到你了 你觉得这个价位不合适 或者距离不合适 你不想做了 那就没有缘分了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要靠天吃饭 是吧 为什么我着重 我们看这个油价 油价3块5毛3 3块9毛3 左边是3块8毛9 3块9毛9 这边一直没有变化 长导的还是3块3毛9 我昨天加了39块钱 40块钱吧 那个这是油价啊 所以我说 我说一个什么呢 说一个就是说 这个靠天吃饭什么意思就是 就是不是说你努力 你想忙你就得忙起来 是吧 大家不捧场 不买单 你你你你再努力 你在那里你在城堂 你在这个你的工作区域 转着圈子跑 你没有人派单子给你 是吧 你也不行 这所谓你靠靠靠天吃饭 是吧 所谓的天是什么呢 天 出白了就是人嘛 很多人就以为是天 天他给一个虚拟的人格的在在那 天天上的什么什么 其实就是人 不是个体的人 是人群中的人 人人群进行 人格化了 就就就变成天了 是吧 当这群人他不买单 不给你饭吃 你就得饿死 这是靠天吃饭 不是说你想努力 你就能努力 你想你想多赚点钱 司机唯一能够 努力 或者是说能够控制的 就是时间 是吧 你时间你多 是 时间你多多待 多待几个小时 可能 会多那么一点点 但是多待几个小时 不给你单子 你也白呆 是吧 像昨天我从7点多 开始 一直待到9点钟 没有单子给我 你想你想努力赚钱 你都没有没有 没有赚钱的机会 就是靠天吃饭 不不像有不像有些这些领域 或者有些行业 哎呀我努力把这个背一背 我努力把这个弄一弄 搞一搞 你就能赚到钱 不是这样子 都是看天吃饭 天是什么 天就是人群 老百姓 说按照按照国内的官方 老百姓 人民 人民不买单了 你就没有钱赚了 是吧 一样到底 就是 就是看人 就是看人 白色跟我这么近 不好插过去 现在可以插不去 灯 是吧 你看没有 不是说你想努力就能努力的 你看 你看 比如说我每天工作 我想我很努力啊 我一天做15个小时 我想赚300 我要赚500 是你努力就能努力的吗 是不是啊 你这个区域没有单子 你知道吧 你白努力了 你 你把自己打鸡鞋给 鸡死都没用了 没有单子给你 所以说这个行业 就是说信息社会 也有靠天吃饭的 是吧 就像从外卖那种 不像有些人去 比如说写小说 去码字 是吧 我努力 我今天 都码些字 我平常我码5000 我今天努力码1万 我的收入就能翻一倍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 没有单子给你 你码那么多字也没用了 所以说这个 和农业社会的农民 和工业社会的工人 信息社会的送外卖的 都是一个阶层 没有任何区别 社会 社会进化了 但是你这个 这个底层的这个 这个状态是没有变化的 好比说农业社会 你一年 一年赚三十两 是吧 工业社会一年赚 三万块 到现在呢 一送外卖一年也就是 三万 没有多余的 没有多余的 没有区别 几些年来都是这个价位 没有任何区别 底层的就是这个价位 之前我还有拍过视频 讲过这个话题 当你不是拍视频 就是讲过这个话题 昨天我又去 昨天我本来想去 去骂 买点鸡 因为我那锅到了 买点鸡 买点菜 热点鸡 哎呀我突然 突然没有先去这个 一般我 比较懒的 我去了一家店之后 我就想在这家店 所有东西都买齐了 都不想跑第二家店了 其实这个方法是不好的 俗话说货比三家 一定要比 比完之后你就知道哪家 电视坑店了 结果我昨天果然是比了 我先去一趟Target Target我看的生菜 哇操 这么便宜吗 你知道我之前我抱怨的 韩国超市的这个生菜是 从两块 四毛九 挡到三块四毛九 就是两块五挡到三块五了 三块五一颗啊 哇操我说生菜这么贵吗 太贵了 然后我昨天去Target看了一下 哇操生菜 一块四毛九一颗 哇的我浑身的火 就就上来了 我说 我说这个韩国超市 不能这么侮辱智商的吧 哇操 你一颗卖三块五 人家他给两颗才三块钱 哇操 太恶心了 但是那个量不多 总共才三颗 三颗生菜 我就拿走两颗 总共三块钱 不到三块钱 两块八毛钱 两块九还是两块八 忘了 两块九 两块九毛八是吧 两九毛八对对 哎呀 我就觉得这个韩国超市 太坑爹了是吧 他坑你两块钱是吧 坑走你两块钱 但是我昨天还是在韩国超市买了点东西啊 比如说 买了几只鸡 那个鸡叫 叫那个康尼 就是那种小嫩鸡 小嫩鸡 买了点蘑菇 买点这个东西配料之类的东西 准备今天晚上就炖个小鸡 明天休息啊 在家吃鸡啦吃鸡啦 哎呀好好补一补补一补 今天是降温了 明天降温 礼拜五也是降温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都降温 礼拜四稍微温度好一些 哎 行了到这儿啊 不再逗逼逗了啊 今天 比较比较 心情还不错 因为天气还还OK 不像昨天 阴沉沉的 关销 见到这儿啊 拜拜 拜拜